今天的ET国股推介是同情旅行780 经济日报投资业说早减选原因是 外围未摆脱弱势五大A股走强支持港股 资金轮流炒主题股推升大市 展望下半年拉摩根大通预期 中国可以在控制通胀的同时降低融资成本 推荐中国消费等五大投资主题 复常消费预料会有下半年的投资主题之一 看好业务呈现复苏的同情旅行 同情旅行最新数据显示 6月份上半个月 国内景区门票出票量比5月下半个月增长4成4 机票出票量增长3成1 整体业务呈现复苏的趋势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逐步向好 以及早前积压一定的旅游需求 同情预期国内旅游需求 有望在今年暑假得到收复 出游人士有望恢复去到2019年同期的7成以上 走势方面以周善图分析 同情挑战中旗下降轨 策略上有货的话继续可以拿着 以主要大行给予它的目标价 平均大约17元为目标 未有持货的话 可以等候近期低位大约14.5元附近买入 短期催化剂是内地旅游数据复苏 还有暑假有助旅行需求恢复等 回吐适宜守13.5元 小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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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语